推動改革 民眾做主 政府就職前展開519行動 還要踩進民進黨家門口踢館 將舞台搭在北平東路 呼籲草根改革 雙街前先在監察院前喊話 廢考監 當年就是被監察院彈劾 才變成台北市長的 廢考監兩院 其實國民黨也贊成了 我們今天要求的改革 就從民進黨曾經答應過的改革開始做起 不過柯文哲已經收到520主職典禮邀請 表態國家重要大典不會缺席 但不參加晚宴 另一邊國民黨會不會參與520 還是未知數 目前還沒有收到邀請 那我們想收到以後再正式答覆 不管他是民進黨的 國民黨的 甚至其他的黨籍 甚至無黨的 其實台灣大多數的人民 還是沒有政黨的黨籍 我們鼓勵所有人都可以一起上街頭 柯文哲先釋出善意 第五一九不分黨派人越多越好 獨派團體台灣國可看不下去 要民眾黨刮別人鬍子之前 先照照鏡子 黃國昌獨到敵人立法院咆哮一挖 監察院以後面咆哮 黃國昌要做什麼事 在民眾黨的支持度是下降的話 那他們做這件事情有沒有正當性 所以我希望每天早上 他們七點半的晨會 柯文哲可以自己檢討一下自己 柯文哲五大案纏身上街頭也被質疑 是想轉移週點連太太陳沛齊退休時間都算得剛剛好 還發文算北市衛生局 外界猜測不只是幫忙委長助科 甚至可能也建制2026選舉 陳沛齊要退休 我當然是不能表示反對 陳沛齊要選黨主席或陳沛齊要選台北市長 我只能說這個想像也實在是太可怕了 這個三大案我想一想我還是開一個專訪來主意回答 因為我看你們這樣其實已經打一個都有 我看你打不出什麼名堂 柯文哲畢端幾乎天天一爆 恐怕也擔心人設翻車小草出走 趕緊預告將開專訪一次說清楚 民視的林順宋宏 立馬登追SO組 台北報導 更多精彩新聞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